欠税三亿多元的前泰电董事长孙道存 今天上午再度遭到士林行政执行处约谈 为了躲避媒体他还特地的提早报道 而孙道存表示他已经向银行贷款 将会以面额一亿元的台资本票偿还头期税款 执行处则强调孙道存在讨价还价 就要向法院申请管收 毛大我们已经有一个还款的计划了吗 对小股东怎么交代 十天前遭到士林行政执行处约谈 前泰电董事长孙道存 答应要在期限内提出新厂计划 并且先偿还一亿元的款项 不过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却还是不见税款的踪影 让士林处决定再度传唤孙道存 道案说明 他会去筹到这一亿元 那但是他要采取向银行贷款的方式 那银行也表示 警述会在今天把这笔钱筹到 然后会开立台资 然后派人今天送来本处 关于一亿元的投期税款 孙道存向执行处保证 会用台资本票偿还 至于是哪间银行 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贷款给他 执行处不愿多做说明 而事实上 孙道存遇到的问题 还不止如此 就是投期款一亿元 然后其他分六期 如果他不能符合 本处这样的要求的话 那本处就不排除申请 向士林地方法院申请管收 执行处的态度强硬 据了解也已经备妥申请管收了 相关文件 撒下天罗地网 不愿再让孙道存 这位欠税大鱼 在外头又来又去